这又是一个闷热无比的夏日午后 你坐在地台上看着电视里的美食节目 心想这又是百无聊赖的一天 突然一声巨大的撞玻璃声吓到了你 你可行起身小心翼翼的靠近一看 我却有着满身雪屋的僵尸就在外面 你慌了你连连后退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如何是好 刀对对对刀厨房有刀 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啊找到了 下体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你被刚刚的僵尸狠狠的咬了一口大腿 连忙推开僵尸 亮亮强强的跑去客厅 紧握厨房刀的手不停的发抖 你朝僵尸捅了过去 然而却劈空了三次 终于第四次 你捅到僵尸的脑袋 厨房刀也硬身裂开 逢忙中你将僵尸推倒在地 狠狠的潮开踩了一球 哼 骚东西啊 穿什么紫色套装 等一往行的你竟然开始吐槽起来了 这时候才发现你的大腿根部流血不止 没有绷带那咋办 你撕下T恤赶紧包扎了起来 往大门口走去 发现街上都是僵尸 这时候你突然想起了一句话 所有的恐惧都源于火力不足 没错 我得搞点武器武装武装我自己 你心里想着 隔壁老王卧室里 不就经常放着几把手枪吗 你轻车收入的闯进老王家 摸上了二楼卧室 果然一把意大利产的M9手枪 就放在了床头柜 伴着一阵男人的汉味和金属特有的味道 你熟练的装好了手枪弹匣 对面车库门口 听着一辆红色的小轿车 对 这车就是你离开这个鬼地方 最好的办法 结果你收遍了整辆车 连手套带什么的都找过了 就是没找到车钥匙 突然好几只僵尸朝你走来 试图包围你 你举枪瞄准 然而他们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其中一只僵尸猛的推了你一下 你朝天开了一枪空枪 接着你一边开枪 一边推开上心病狂的僵尸们 不知道是这些僵尸不怕子弹 还是子弹并没有打中他们 你连连后退疯狂的抠通扳机 让僵尸越来越多 你的侧面 你的后面 你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用尽最后的力气使命的推开他们 然而并没有什么作用 很快 你就被淹没在蜥蜷中 观众伦们大家好 这里是阳君 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不值彩蛋系列 今天我们聊聊神作 僵尸毁灭工程 这些款非常优秀的僵尸生存类游戏 有多优秀呢 就连《我的世界》闪烁标语里 都在推荐这款游戏 就连乔伊的小姨妈 也在2019年讲过这款游戏 游戏的背景 设立在米国的肯塔基州附近 这周已经是时间末日 僵尸大爆发已然开始 我们可以扮演警察、消防员、医生、小偷等等的职业 然后在该职业对应的办公室 或者是我们自己家里展开游戏 玩法很简单 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下去 搜刮武器装备 寻找食物药品 躲开丧食人群 这款游戏有一家名为独立之石的独立游戏工作室开发和制作 工作室只有四个人 从2011年的Pre-Alpha技术演示开始 将是毁灭工程就一直在不断的更新和打磨 这是游戏最早期的样子 而现在的画面变成了这样子 这11年来游戏不断的更新 bug也一直在修复 新的内容也是如期而至 可以算是非常良心的游戏和开发商了 游戏过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不需要看攻略 我们在生存下去的时候 凭借自己的常识还有生活经验就可以了 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可以互动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去拜访邻居家 大门紧闭 我们只能从侧面的玻璃窗爬进去 运气好 窗没卡住就可以爬 运气差了 窗都给你卡上 这时候我们就要暴力砸窗了 掏出我们的物理学圣剑 当上一回弗里曼 诶等等 砸了窗之后别急着进去 还有些玻璃窄没刮干净 这时候爬窗容易割到 爬窗会踩到地上的玻璃碎片 赤脚的话还容易扎到脚 扎到脚最好拿镊子将玻璃片夹出来 流血了 诶那咋办呀 包扎呗 有止血铁和奔袋 自然是最好 没有的话那就撕下自己的衣服 撕成一条条的破布 就可以简单的包扎和止血 我们需要喝水吃饭和睡觉 没事做还会无聊 水果罐头牛肉罐头 不然是什么罐头 都需要开罐器才能打开食用 有炉有锅有肉有菜 甚至还能炒饭煮菜 做出一道可口的菜肴 这不就是舌尖上的啃他鸡吗 面包有人喜欢蓝莓酱 我则喜欢花生酱 大火烧毁的屋子里 有可能见到前来扑火的消防员僵尸 肥皂和清洁液会提高你洗衣服的效率 被雨淋湿可能会感冒 感冒就会打喷嚏 从而吸引僵尸 如果你找到了纸巾或者是卷子 就可以安静的打喷嚏 在地上睡觉 第二天脖子就会酸痛 戴上手表或者是闹钟 才可以时时的查看时间 有时候我们的床头柜 可以找到随身听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有电池和CD 就可以听歌 但是外方又会吸引僵尸 所以我们又需要一条耳机 而妙的是 这些音乐CD 有一些居然还有背面信息 被上司惊吓到了 可能会睡不着觉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磕点安眠药 但是这玩意不能乱吃 安眠药送酒 华佗来了都救不了 安眠药送威士忌 扁鹊来了也没谢 是的 这款游戏就是如此的细 如此这般的硬核 如果你叫杨俊瓦 做什么盘点将会99个细节 那可能会是最好做的一期 这些细节 或者我们说游戏机制 也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玩过僵尸毁灭工程之后 玩别的僵尸类 或者是生存相的游戏 总感觉差点yes 不够细 不够沉浸 不够好玩 除此之外 游戏里还有沉吨的随机事件 既合理又有趣 让你在游玩的过程中 会心一笑 让整个游戏世界 更加的真实和鲜活 比如正常的同学聚会 卧室里有一丝不挂的狗男女 生前在做些什么 不言而喻 比如某间屋子里 躺在地上醉死过去的人 身边的酒瓶告诉我们 这或许是他最好的解脱 既长鹿鹿的你 来到一间小屋门外 从窗户往里看 这间江戏们正在疯狂的进食 咔啦咔啦吃的贼香 哦 这一间有点不太一样 生前估计在举盘派对 每只僵尸都戴着派对帽子 即滑稽又搞笑 厕所里的这一位 想必是下了狠心 了结了自己 空着的枪膛 告诉我们 他是饮淡自尽的 警报器虽然不能阻止 你非法闯入 但是巨大的声响 会吸引周围所有的僵尸 偶尔还能发现 身着囚犯连体服 背着行李袋的越狱犯 他们躲在小民房里 被随后赶来的警察发现 如果你搜索他们的行李袋 还可以看到一些必须品 郊外空地上 一名警察僵尸 正在挖掘坟墓 似乎是在埋葬自己的家人 已经失便了他 丢下铁铲和酒瓶 朝你匆匆袭来 僵尸毁灭工程 不仅细节多 而且彩蛋也不少 那就我将彩蛋分成了两类 一类就是非常的常见 或者容易触发的彩蛋 比如这家 回到培育的医疗诊所 Bed to the Nurture 很显然这个名字 至今的就是经典科幻电影系列 回到未来 比如这家名为 十字路口购物中心的巨型超市 Cosro Ma 这个名字出自2004年 经典丧尸电影 火使人灵民中购物中心的名称 说到这个丧尸电影 大家可还记得 惊变28天吗 这是一部2002年的英国灾难片 假设是主角28天醒来后 发现整个伦敦空空如也 所有人都变成了丧尸的故事 游戏里有个杀核模式 我们可以设置各种参数 其中一个参数叫做 僵尸峰值日 也就是僵尸达到最大值的天数 默认就是28天 巧合 我看不像咯 撕皮肤是一只浣熊来的 也是游戏和工作室的吉祥物 它作为一种彩蛋 埋在了游戏中 比如我们背着的背包 比如教程关卡里 隐藏房间里的巨型涂鸦 我们现在可以找到 浣熊主题餐厅 还有办公地点 甚至还可以找到 非常稀有的幻熊公仔套装 僵尸毁灭工程 这款游戏最初的设定 是有剧情的 我们扮演主角光头暴博 和妻子被困在一个到处 都是僵尸的城市里 妻子凯特摔断了腿 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我们从这一刻 就要开始生存下去 首先找到床单 撕成布条帮妻子包扎 找了木板和铁锤 加固门窗 以防僵尸袭击 白天的时候 跑去隔壁家 击杀僵尸收官食物 晚上回家煮汤 给妻子喝忘记关炉 引起了大火 或者是收音机的声音 吸引了隔壁的暴躁老哥 拿着双广猎枪 冲进来威胁 杀掉你的妻子 一开始的剧情 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 如果我们在一开始的衣柜里 找到床单 同时找到了枕头 将枕头拖到妻子凯特的头上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时候 音乐换成了更为悲伤的一首 或许这种结局 也算是一种解脱吧 我们还会因此 获得凯特的照片 然而除了用枕头 闷死自己的妻子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 更糟糕的情况 藏在了主菜单界面中 在主菜单的界面里 我们可以看到 男主似乎在照顾行走 不便的女主 这一幕跟刚刚提到的剧情 似乎在遥香呼应 如果我们在主菜单界面 等上好一会儿 就可以看到一道闪电 突然披下 照亮着男主 令人扎舌的行为 别眨眼 看到了吗 然后鲍博和凯特的彩蛋 并不止于此 在后面的新版本里 我仍然可以在地图上 找到教程中的那套房子 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条的情况下 我们过来这里六万 也没啥特别的 但是每次新开档 就有一定的概率 这里会刷新城一间 用木板封好门窗的 幸存者房间 而且不是哪个 普通的幸存者 就是鲍博和凯特 我们可以在一楼遭遇到 背着现代枪的爆炸老哥 我们可以看到 烧成一片狼藉的厨房和墙壁 烤炉里甚至还有一锅 烧焦的汤 当我们来到二楼的时候 还可以找到行走不便的凯特 以及背着书报的秃头鲍博 地上的枕头 暗示了我们刚刚发生了什么 惊喜的地方 在于这张凯特的照片 也得以保留 这整套就是对老版本里 叫成的致敬 接下来我们聊聊一些 好玩的小物件 比如说头巾 这根红色的头巾 居然有三种戴法 除了直接戴上以外 我们还可以直接绑在头上 当一回蓝薄 也可以戴在脸上 当一回歇史里的无政府主义者 而真正的彩蛋 在这个红色的头巾 它的贴图文件名字 就叫做Rainbow Bandana 这里致敬的 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 电影第一滴血系列的主角 蓝薄了 说完头巾 我们来聊聊毛巾 毛巾是最最常见的 日用品之一 常常可以在厕所里找到 可以用来擦干 被雨淋湿的身体 也可以和漂白机一起 使用干点教务活 特别的地方 则是毛巾 居然有物品描述 永远要记得 你的毛巾在哪里 这句话极有可能 是致敬科幻电影 银河系漫游指南里的 这一句台词 我们在搜刮厨房 找吃的的时候 经常可以在冰箱里 找到这么一大条火腿 干啃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得把腿切成片 这就要求我们身上有刀具 切成片的火腿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好玩的地方 在于这个火腿背后的故事 在Bio34 刚刚添加火腿变的时候 火腿变的图标 是这个模样的 这时候游戏社区里 有人跳出来说 哎这样太像那啥儿吧 后来火腿片 就改成了现在的样子 再后来 大家又在抗议了 说强烈要求 原版的叽叽火腿回归 最后官方顺意名 将这个图标 作为了论坛里 每年的固定活动表情包 在茂密的森林里 总有那么一两个 奇奇怪怪的彩蛋 第十个彩蛋 这个彩蛋藏得极深 知道的人并不多 在靠近河畔镇的一个农场外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神秘留言 喜欢脑子 该不会是僵尸们的留言吧 接着我们来讲两个致敬彩蛋 首先是一家开在大城里的特别店铺 当我们在路易斯维尔闲逛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这么一家名为 古德曼的律师事务所 不知道大家get到了吗 这里致敬的就是 绝命毒师里的知名律师 索尔古德曼 后来甚至还延伸出一部美剧 名为风烧律师 好家伙啊 这货在大城居然有分店 如果我们在捏人的时候 职业这里选择警官 明明的时候设置成瑞克克莱姆斯 接着我们再添加一些 跟触发彩蛋无关紧要的细节 比如胸毛 发型 发色 胡子 等等 接下来我们开始游戏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 是的 我们真的化身成为了瑞克格莱姆斯 化身成为美剧 行尸 周若伊的主角 从病床上醒来 发现自己在医院里 甚至我们连病号服 卡人们的病床 也都一一还原了 好了啊 我们讲完了这些常见的彩蛋 接下来是今天的重头戏 我们来聊聊那些触发概率极低的罕见彩蛋 那些触发方式非常繁琐复杂的硬核彩蛋 那些话来要就我大半年时间的超难彩蛋 首先我们来聊聊蛋糕 这破游戏啊 但是蛋糕甜点什么的就有十几二十种 而蛋糕的合成也是最为复杂的配方之一 首先我们得做一个蛋糕糊 找来一个碗 放入面粉 黄油 糖 鸡蛋 酵母 还有牛奶 混合搅拌而成 这可比我的世界里的蛋糕啊 合成复杂的多 这个时候啊 找来烤盘 放入蛋糕糊 再加入自己喜欢的配料 就可以烤制蛋糕了 而彩蛋就藏在这个关键的配料这里 蛋糕的限量啊 可以由以下十几种东西来组成 我们先来找常见的橙子 接下来这一步啊 可就蛋疼了 我们得去野外寻找野生的浆果 这就要求我们极高的耐心和运气 在野外开启搜寻模式 一寸一寸的寻找 这时候你就发现野外的东西 比你想象的要多 蟋蟀 蜈蚣 毛毛虫 这个都是纯天然的蛋白质啊 当你以为运气好 哎 找到浆果了 不好意思 浆果也有特么七八种 并不是每一种都能触发彩蛋 而且每一株浆果 都有可能让你中毒 突如其来的高烧 口干舌燥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很怪你就发现 你自己过不了今晚了 好在洋军我不懈的努力之下 我们找到了传说中的蓝色浆果 Blueberry 赶紧找一烤箱 将这一蓝一层的馅料 加进蛋糕里 接着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彩蛋啦 The cake is a lie 这蛋糕是个谎言 没错 正是经典的传送门蛋糕 谎言彩蛋 很多城镇里 都有美丽庄严的教堂 有时候过来看空无一人 有时候被普通僵尸占领的 但是这里有较低的概率 会随机刷出正在结婚的新人夫妇 以及伴郎伴娘 要求我打了大概十几把 才刷出来一次 好家伙 这位老哥居然还是个牧师 而破墙新郎新娘也在这里 新娘身穿白色婚纱 穿金带银 非常的正式 而这位穿着结婚礼服 和西装裤的则是新郎 甚至还带了一枚银戒子 要求我 甚至还刷出了一位 带着投杀的新娘 那画面非常的凄美 这就让我抢起了 《求生之路》里的这一幕 在众多硬核彩蛋中 要就我花时间最多的 可能是这个卷子彩蛋了 这个彩蛋在之前的视频里 也有讲过 就是有吉利的概率 会随机出现一间不一样的房子 里面没有任何的物资 可以收纳的地方 全部填满了卷子 这当然是在讽刺疫情期间 米国等国家疯狂抢购物资 疯狂囤积卷子的现象 这个彩蛋在CSGO和 托尼霍克职业滑板里 也都出现过 接下来讲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随机事件 这个也是我录了好久 才录到的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场景 一位老哥躺在屋里 一动不动 旁边放了几个瓶子 我们打开灯一看 好家伙 居然是漂白瓶的瓶子 也就是说这位兄弟 是喝漂白剂自杀的 我们现在拿的是一个空瓶子 这个漂白剂还是挺常见的 在厨房厕所经常遇到 虽然可以解决你口渴的问题 但是喝下去会非常的不开心 当然了 你如果真的炫一整瓶进去 你身体马上就会发生变化 想吐 有点恶心 病了 感觉有点不对劲 很快就会发高烧 过不了今晚啦 其实这种死法还是挺常见的 因为在僵尸毁灭工程里 我们被僵尸抓了 被感染了 死了之后 就会变成僵尸 死处乱走 但是漂白剂这种死法 就可以在下一局找回来 如果我们身上有什么特别好的装备和物品 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延续 而触发概率最低的彩蛋 其实是两件T恤 就是这种最普通的T恤 或者是百变T恤 在生成的时候有较低的概率 会变成一件印有开发商logo的T恤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 眼熟吗 正是开发商独立知识的logo 为什么是蛋糕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开发团队真的喜欢蛋糕吧 不仅如此 就是这最普通的T恤 还有极低的概率 会生成一件印有大头铁的衣服 也不知道杨军我刷了多久 杀了多少僵尸 终于给我触发到了 这衣服上的人脸 其实是开发团队里的程序员小哥来的 名为罗曼德龙 就是女性角色穿着衣服有点奇怪 眼睛那里好像凸起来了 不太美观 其实还有触发概率更低的彩蛋 提到杨军我无论怎么干 都干不出来 什么彩蛋呢 其实是人民 我们在新建游戏 新建角色的时候 会随机生成名字 有个玩家就随机生成了这样的名字 乔治罗梅罗 谁是乔治罗梅罗 当然是最著名的上诗片导演 人称僵尸之父的罗梅罗了 在2017年的7月16号 患有肺癌的他 在睡梦中安详的走了 享年77岁 还记得消失的光芒衣礼 刺进他的巨幅画像吗 同样是对僵尸之父的一种缅怀彩蛋 第二天也就是7月17号 游戏开发团队发布文章 感谢你乔治罗梅罗 原来僵尸毁灭工程的游戏开发团队 一直自立于还原罗岛 呈现给我们的僵尸世界 第19个层 我们聊聊游戏里的装饰物 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这些挂画 除了装饰没有任何的作用 当然有些画是有背景故事的 比如这幅海边以及石头 其实是游戏开发人员以前的老游戏场景来的 提取了背景直接拿来用 那么彩蛋在哪里呢 又有多难录制呢 首先有些画它其实是随机刷新的 这局你看到的是这些 下一局可能又不是 这就让我们找彩蛋画作非常的难 有一巧合的机会 在一个不知名的仓库里被我找到了 就是这么一幅画 大家是否眼熟呢 好了就那今天最后一个彩蛋了 我们来讲一个阳俊我最喜欢 但是那该死的触发概率同样非常低的彩蛋 有时候我们可以来到这样一间特别的房屋 里面几乎每个房间都有铲死的尸体 特别是厕所里死状极惨 然而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这间房子里还藏有一只僵尸 或者我们说是凶手 没错说的就是你 这位老哥身穿夹个背着一把大砍刀 带着一个标志性的曲棍球面具 对这货就是连续杀人魔 杰森 至今的就是恐怖电影系列 13号星期五 据说在湖边水边遇到它的概率更大 那是因为电影里的杀戮 常常始于湖边的度假村 湖边的小营地等等 游戏里用这样的场景和角色 还原电影的精髓 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和良心的至今彩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这期视频讲的东西比较多 时长也比较长 能看到这里的应该都是真爱粉吧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可以点赞三连走一波 毕竟素材录制和整理真的是不容易 原本计划8月份发的视频 因为有好几个素材一直没录到 就拖到了今天 好了 这是用新做彩蛋和细节视频的杨阳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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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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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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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